主持人好 大家好 据城市新闻网报道 18岁男子斯内尔在1日下午1点左右 位于107街和YF10大街附近 被洛杉矶市警员开枪射杀 原因是警员发现其所驾驶的车辆的车牌是用纸做的 警方怀疑该车辆可能是张车 于是对其展开追捕 当嫌犯下车逃跑时被追击警员开枪击毙 洛市警局局长贝克表示 被警方射杀男子斯内尔准备逃跑时 他的左手曾握有手枪 并在下车后与警员的跑步追击中 曾向警方追击的方向转身 贝克表示 除了纸质的车牌引起警员的注意之外 斯内尔的驾驶行为也异常古怪 警方透过车辆的窗户发现 当即看到警察时 还观察警车的行驶方向 并试图停下来躲开警车 当警员发生异常之后 决定立即掉头 并尾随可疑车辆 当警灯亮起之后 嫌犯就跳下车辆逃跑 双手放在腰间好像在保护什么东西 警员见状 以嫌犯先前的行为和他的经验 在第一时间判断 怀疑他手上握有枪支 由此警员和斯内尔随即展开了分析追击 当双方追击了大约200至300码的距离后 嫌犯将手从腰间放下 并将枪支握在左手中 身体转向警方追来的方向 也正是这个时候 追击的警员对嫌犯展开射击 嫌犯伸中两枪 一枪在上半身而另一枪在膝盖上 医护人员在现场宣告了嫌犯的死亡 一把装用子弹随时可以开枪的半自动手枪 也在距离尸体5英尺的地方找到 据警局的资料显示 虽然警员在追击过程中 并没有随身携带摄像记录仪 但是附近的商铺的摄像头 却清晰记录下 斯内尔左手握有手枪的一幕 在案发后的两天里 不断有示威民众在案发地点 及洛市长官邸进行游行抗议 其中洛市长的家 在周六晚受到民众的鸡蛋打砸 而在三日上午 在警局局长贝克举行新闻发布会中 还有一批游行示威民众 聚集在警察总局的大厅内 声称没有正义 没有和平 及黑人的命也是命 警局以非法协会的罪名 将其中三道市民众逮捕 其他民众则被驱赶至警局大楼外 以上由新岛日报记者赵紫祥为您播报